指导意见提出对断绞人员再参保 设置待遇等待期 即固定等待期和变动等待期 指导意见明确 自2025年起 除新生儿等特殊群体外 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参保缴费期参保 或者未连续参保的人 设置参保后待遇等待期三个月 这是个固定的等待期 其中为连续参保的每多断保一年 在三个月的固定等待期基础上 再增加一个月的变动等待期 同时我们也考虑到参保人的实际情况 指导意见还提出 允许参保人通过缴费修复变动等待期 缴费参照当年参保地的个人缴费标准 每多缴纳一年的费用 可以减少一个月的变动等待期 需要注意的是 连续断缴四年及以上的 修复以后的变动等待期不少于三个月 加上原有三个月的固定等待期 则仍至少需要等待六个月 待遇等待期 医疗费用是不能报销的 因此为维护个人医保权益 我们建议大家每个人 都应积极按时参保缴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